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怎么要做的是开口笑 因为有朋友说自己做的开口笑 不管怎样都不会开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更详细配料的制作方法 材料方面需要准备中筋面粉150克 小苏打1.5克 这是让开口笑能笑出来的关键材料 一定要放 再准备红糖25克 先把这两样材料搅拌均匀 主要是让小苏打分布的更匀 再加上油20克 糖浆准备25克 我们直接用红糖熬也是可以的 然后先把糖分和油搅拌均匀 搅拌的时候一定要细致一点 让整个的面团成为这样的小块就OK 再准备温水60克 这个温水的量呢 大家要看这个面团的总体硬度 和好之后的面团必须稍微偏软一点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小苏打能够更轻松的把里面的气给挤出来 这样起到一个爆裂的作用 揉面团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面团里面有油有糖 在揉制的时候必须把油分彻底揉匀 不能让这个油浮在上面 这样咱们做好之后它的脆感才能保持一致 然后把面团包起来 饧面 饧面的时间15-20分钟就可以 不用很长 面团饧好之后整个的状态会变得更软 因为本身活出来的面团就软 咱们取出来之后也不需要撒干粉 直接来揉 揉到什么程度呢 只需要它表面稍微有一点光就可以 不需要长时间的去揉 直接就可以搓成条来下剂子 下剂子这个大小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太大 下好的剂子最大18克 这样它能够均匀的受热 它开的程度就更自然 然后这个剂子在手上稍微捏一下 直接搓成圆球 搓成圆球之后表面有一点裂痕不怕 搓好之后就像画面中这样 大家不要追求的特别完美 让它表面非常光 没有必要 然后再准备10克水 咱们把搓好的剂子放在手上 稍微沾点水再搓一下 让它表面发黏 最好是出现面糊 然后咱们刮芝麻就更轻松 这样粘芝麻会更匀 而且更老 如果咱们稍微的搓一下 这个芝麻炸完之后就容易掉光 所以咱们粘完芝麻之后 稍微搓一下 就像这样 粘得更老就OK 这样半成品咱们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咱们需要加热油锅 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 放完油之后 这个火呢千万不要太大 慢慢的把它温度烧上来 放下去之后 起小炮就可以 这个温度和火力一定不能大 这个温度大概在130克左右 放下去之后 慢慢的炸 用小火去炸 一个是方便炸透 再一个 它均匀受热 才能更好的开裂 假如火力偏大 里面炸不透 外面很容易炸老 炸出来之后口感发苦 炸这一步是开口的关键 很多朋友犯错 就在这一步 油温火力控制不好 只要这一点能够改善 咱们再来炸 它就更容易开口 整体的效果就会更好 炸到所有的都开口 咱们直接就可以出锅控油 控完油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裂开就OK 控油之后晾凉 这个脆度就很容易出来 咱们轻轻一捏 它就能碎掉 喜欢做开口笑 老是不成功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做法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